马利欧开着他的赛车冲上五彩缤分的赛道 红面半片天的马利欧最出名的就是他的超级马利欧游戏 德国研究团队透过临床实验 将46名重度忧郁症患者分成三组 给其中14人玩这个游戏 6周后这14名患者重度忧郁症的症状真的有所减换 日本有网友就出面证实自己曾因为忧郁症而停止了一年 当时精神科医生建议他去玩超级马利欧的游戏 没想到当他透过手把操控马利欧时 让他感觉自己也找回了控制自己人生的手把 他表示游戏有适度的挑战 调性很温暖 不会让人觉得疲累 在玩游戏不久后 他已经可以出门慢跑 恢复到一般的休闲生活 如今德国研究团队也试图透过电玩游戏 协助患者舒缓改善忧郁症 华语新闻许明星奏和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